音樂 嘩 這位老師頭髮囊囊方框眼 它的電腦最應援棒 難道他喜歡VTuber? 大家好 我是葉寧老師 我是metseep 我是教二刊的 我也有兼教FORM2的數學 這就是我的自畫像 下面就是我平時在家中 喜歡做的東西 我的興趣是第一就是打遊戲 我平時下班回家都沒有特別的東西 都是打遊戲 我最喜歡玩的是LOL 另外我的興趣就是追星 我由FORM2開始追星 一直追到現在 不是追了很久 我以前是追XO的 我都有追其他團 這位老師都有大眼睛 笑容燦爛 還玩了一隻猴子、排球和甜品 他一定是個很Sporty 又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詠欣老師 今年是其中一位新的老師 我主要教的科目就是體育科 也有兼教其中一班的地理 我畫了一幅圖 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這個就是我 我平時喜歡做甚麼 就喜歡跑步、打排球 平時除了做運動之外 我都喜歡在有空的時候 做甜品 所以就畫了一個蛋糕 在這裏 最後這位老師 波浪頭髮、眼大大 又有玩漁魔球、讀木舟 又行山、又落形 他一定很喜歡大自然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ss Fan 我是范樂恆老師 我今年是第一年在真光教書 我今年會教中三的Physics 還有我負責Steam的活動為主 這一幅就是我的自畫像 這些頭髮就是我標誌性的捲髮 大家在紙上也看到我有很多不同的興趣 不過主要是玩運動為主 我很喜歡打冤毛球 我會喜歡行山、露營和讀木舟 所以我也是很喜歡外出的活動 同學是真是乖的 就算上課給功課 雖然把口說很多功課很辛苦 但最後也是會交到功課出來 所以同學是真是很勤力和很乖 如果說第一印象 我就會覺得不穿旗袍的女孩子 很文靜乖巧、很斯文 認識後便會發覺他們都很主動積極 很多話說 還有上課也很投入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們很喜歡吃東西 每一個小式午餐 就很多人排隊去買東西吃 一開始覺得真光同學是很乖 很純品 可能會比較靜 但當我真的交流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同學真的很熱情 熱情到快被你的愛浸死了 就是4077 就是Econ房 因為我上課 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那裏 有時我都會特意去那裏 去備課、改功課 因為我比較喜歡自己一個 在房間工作 所以我就算不上課 都會去407那裏改佈 我最喜歡的地點就是健身 因為是上體育堂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下面移動一下 很享受、投入在P課堂裏面 我們真光中最喜歡的地方 其實就是旁邊的那間 自修室 以前很喜歡在自修室到溫室 覺得很舒服 有一個自己的地方 有張桌子可以做事 好,那我的第一格是一條橫線 我就加了少少油粗了去 或十字架出來 它的形容詞就是the only one the only cross 我第一格是電腦設備 因為我很喜歡打電腦 所以就… 這個我家裡真的是這樣放的 這些面子 對呀 很齊全的設備 好,那我第一格是橫線 我畫了一個跨欄的欄 我的形容詞就是一個很矮的欄 對呀 其實這一格是你當作家人寫你的想法 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第二格我畫了一個中三同學 都非常熟悉的圖畫 就是一塊鏡 有一個物件 有一個畫面 有一個畫面 就是眼睛看得到 看到那個畫面 我的形容詞就是很興奮的 physics 我的第二幅圖 都是跟我的朋友差不多是physics 因為我以前也有讀physics 我看到斜線就想起 我DSC操了很多的技術 就是一個斜坡 有一架車仔滾進去 然後畫它一些free body diagram 我這就是一個不完整的free body diagram 好的 我第二個斜線 我就畫了一盞書桌燈 靈感來源就是很齊備True Vision 這裡有一盞燈都是疑似的 我的形容詞就是很光的書桌燈 好了 這一架就是你對工作的感覺 可以無封 一樣那麼熱情 嗯 嗯 嗯 第三架我就畫了一顆星星在一條直線上 這是一個directing star 就是它的方向 就是唯一的方向 嗯 嗯 那我第三幅圖就是 受到剛才那個同學的啟發 嗯 就畫了一個很漂亮的花花 我喜歡它的形容詞就是很漂亮的花花 嗯 是的 剛才我們有位同學的推介下 又影響到我的選擇 所以第三幅畫呢 直線的部分就是花的框 就畫了一朵很大的花 那這個就是我的形容詞 還有一片葉 對 那這一格呢 就是你的未來群作型 嗯 嗯 很適合你 我幫它 我的第四格呢 我就是用了交叉 我就畫了一隻獨木舟出來 就是獨木舟 還有它們的獨木舟 對 那我的形詞就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獨木舟 嗯 那我的第四幅圖就是 我看到一個交叉就很忍不住 畫了一個demand supply出來 是的 那我的形詞就是很有趣的econ 嗯 那第四幅圖呢 都是跟前面兩個老師一樣 都是同學科 可能會有些關係 那交叉呢 因為我最近教中四的花式跳繩 所以交叉就令我聯想起交叉繩 所以就畫了一個人 那我對這幅畫的形容呢 就是很有挑戰性的交叉繩 嗯 嗯 嗯 可以畫多點頭髮嗎 嗯 很deman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 可以 OK 那我第五居圖呢 我什麼都沒有畫 因為它是一點在整張畫的中間 那我就覺得是 這個就是一個很 合焦的一個中心 嗯 哦 那我第五幅圖 因為我剛巧拿了一支紅色的筆 那我就沿著個點 就發展了 畫了一個心心出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 很紅的心心 哈哈哈哈 那我這一幅畫呢 一點覺得太單調了 那所以就 打算畫多點東西 那我就畫了一個摩天輪 那我的形容呢 就是中環有摩天輪 那我的形容就是一個很貴的摩天輪 好 OK 那最後一刻呢 就和你硬中的自己 啊 我都不知道 原來我這麼有愛心的 哈哈哈哈 那我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透過這條件 都對三位心腦師有更新的影星 那三位老師都是鏡頭 來跟大家分享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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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овые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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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